右鍵 新增一個目錄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叫CSS 假設我今天呢 我要在這裡面放一點東西的話 就是放那個網站的 那第一個把註意為打開 第二個在網站裡面呢 做一個什麼呢 新增網站的動作 我有一個桌面上有個資料夾 那我希望把資料夾變成網站 所以我就新增一個 名稱也叫CSS 告訴他說 我這個網站名稱就幫我連接到 我剛剛建桌面上面那個CSS的目錄 OK那以後呢 我們產生的CSS檔就會幫你放在這裡 你就把它再匯到 我們的那個Jungle裡面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按個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 在我們這個下方 就會有一個 我們的網站的目錄啦 其實就桌面上那個 那接下來呢 也許我就把這邊新增一個 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我先把它分割一下 為什麼要分割呢 本來是設計 把它做分割 分割就是 左邊是原來的原始碼 右邊是 你畫面上看到的東西 那我要格式化成什麼東西 你可以 最好 如果你有把那個 我們Jungle結果run出來 乾脆把這些東西 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要把它改變 那把它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 分割的 右邊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它出現這個啦 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東西 還沒有格式化的 洋春版 放過來 接下來我要把它弄漂亮一點 可是特別是喔 像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Word啦 Word以前要選起來 然後就 設定設定 OK了 可是問題 在網頁裡面 沒那麼單純 如果你要做一些格式設定的話 一 你必須要什麼 建立一個 CSA樣式 所以關鍵在這裡 這個CSA樣式 那我希望把這個地方 歡迎光臨 也許呢 改變成什麼 比如說呢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 把它改成微軟正黑體 然後 或者是其他字型也可以 第二的話 也許字把它改成深藍色 第一把它改成黃色好了 那我需要怎麼做 一 請各位 先在這邊 也許先 CS樣式 建立一個CS樣式 不過特別重要 怎麼樣新增一個CS樣式 我是覺得它這個工具 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的功能 你看到CS樣式 但是你要新增 奇怪 你看不到什麼新增 有沒有 其他新增 放在哪裡 我是覺得它這個 這個 優點 放得太小了 有沒有發現 1 你要先 直接呢 直接呢 在下方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什麼呢 很小的一個加號 這個地方 CS樣式 如果你要在追求裡面 新增一個樣式的話 請你點擊這邊 2的話呢 你就按這個 它會跳出說 你要 增加一個樣式 那這個樣式的話 你給它 當然特別重要 上面有選 有沒有類別 ID什麼 那你就用類別 因為我要針對 假設我的標題好了 這個是標題 都設定 某一種 那個 樣式的話 那我第一個 我先給它一個類別 那類別名稱 你可以用中文的 也可以用 英文的 我似乎好像中文OK啦 不過如果你怕有問題 你應該用 用英文 我是打 打中文好了 比較好理解 這個類別是針對標題好了 比如我 我的上面有兩個標 比如 歡迎光靈跟 現在時刻 都用一樣的 那我這邊給它一個標題的樣式 第二個 底下的話 他會問你說 那你要把這個規則放哪裡啊 他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放在跟HTML 放一起 一個是獨立出一個CSS檔 當然我們不是要放一起 我們是要另外新增一個什麼CSS 所以 特別之外請你選這個 然後 按確定之後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CSS檔要放 因為我們剛剛是選新增 他就會問你說 你這檔要放哪裡 名稱叫什麼 那我們就放 這個 網站的下方 所以你打一個名稱叫 也許叫Style 因為這個 Style Style OK Style 好 然後呢 他的副檔名 你可以不用點CSS 因為他自己幫你加 OK 他會自己幫你加 所以Style 放在哪裡呢 放在根木木底下 OK 然後按儲存 你會發現 理論上 他會 他會出現這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他會在哪裡呢 這個底下 待會會產生一個CSS檔 那你會 你希望做什麼呢 我第一個希望 他的字型 幫我 改成 微軟正黑體 不過呢 目前那個微軟正黑體裡面沒有 你就編輯字 字的清單 然後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 微軟正黑體 加進來 加進來按確定 這個時候 這裡面就會有個微軟正黑體 字的大小呢 稍微大一點 36 你這個地方 當然他選Style 有好幾種方法啦 可以用 幾個Pixel 像素 也可以用大小 我們用36好了 假設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他的顏色 底色 可以把它改成 藍色字好了 你會發現 當然這地方他會自己幫你挑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給他一個underline underline有沒有 這邊有 底線 假設反正就是我們主要是 熟悉有哪一些效果 這上面都可以拿來用 再來的話我希望背後變成 淺黃 我現在背景 背景在哪裡 這邊有 背後呢 幫我改成 黃色的好了 OK 那大概改幾個啦 反正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了解一下 CSA的哪些樣式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請你看到 特別注意喔 1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就會多一個什麼 CSA檔 另外的話呢 這個CSA檔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它裡面呢 就幫你寫好了 類別就是點 然後呢 名稱 有沒有 然後一個大瓜糊 空一格 大瓜糊 然後裡面的話 這個Tab 鍵 剛剛做的字型 有沒有那個字型是微軟症問題 然後Size Color 跟這個底線 還有我們的背景顏色 特別說 當然喔 這個你也可以自己用打的 打在記事本裡面也可以 可是 想說 好嗎 用這個 這個 我想如果你會用這個啦 你絕對不會自己用 用call的吧 書上都是直接給你這個啦 你看那個 我們那個書上就是直接給你 CSA檔 它意思就叫你把它打在記事本 存檔 點CSS 放進去 OK啦 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如果會用這個 我想你 不會用那個 自己call啦 OK好 那 知道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就是把它套用 怎麼套用 因為我 第一步是要先新增樣式 第二步的話呢 你會發現 在哪邊 會有CSS 選這個喔 請你找到下方有CSS 在CSS裡面就有個目標規則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本來沒有 一個類別叫標題的 這個時候呢因為我剛剛已經建立好一個叫做CSS的標題 那我就可以選擇它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它的樣式給套用上去了 OK有沒有發現 然後呢這個也要用一樣的 那我就把它選這個 套用上去就好了 所以感覺這有點像那個如果你以前有學過的 這個Word 你應該都知道那個Word裡面有樣 好像有個樣式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使用Word Word裡面有個先定義樣式 再去把樣式加上去 概念蠻像的 只是換一個環境 這在網頁喔 OK 而且這CSS不是只有在 拍這個 Jungle裡面一樣喔 以後你要學什麼P啦 JSPPHP什麼P 都一樣啦 一樣會遇到CSS 做法也是一模一樣 OK 好那到底有沒有哪一些改變 我們套用上去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裡面喔 他其實就是幫我加一個span span的class 有沒有 所以你也常看到網頁上面有很多的什麼什麼span啊 什麼 其實那個就是 CSS的套用 如果你不懂 CSS啊 很多地方你會卡住 你看不懂 為什麼多一些東西 這怎麼會把它變成這樣子 原來他是有個 CSS的樣式在背後 好那我們已經做好了 應該 試一下 重點在 關鍵的地方 Keypoint 我影片有錄下來啦 因為第一個你要對Trinkweaver熟悉啦 第二個 這個要需要一點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進到Trinkweaver之後呢 請你先到桌面上建立一個CS的目錄 有沒有 我是按右鍵新增目錄喔 二的話把這個目錄跟這個網站結合在一起 我是用新增 網站 然後呢 告訴他說 CSS 目錄在桌面 當然你你將來也可以用管理的 我如果已經做好我可以管理他 在這裡 CSS目錄在這裡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就新建一個 檔案 然後呢把 右邊這邊是從 我們的這個Jungle裡面貼過去的 我是拿這邊 不過如果你這個 這還沒產生沒關係 你先打幾個字上去就可以啦 自己打上去格式的話也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建立樣式 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按鈕 這個 我覺得他為什麼不做大一點呢 這感覺好像有點 如果一般沒有玩過這東西怎麼找得到這東西 而且還太小了吧 而且他還沒有辦法設定大一點 OK 新增 而且上面還沒有告訴你說這是要新增 CSS的地方 這麼重要的功能為什麼做這麼小 有時候沒辦法理解 Adobe 不過也還是有這麼多人在使用 這也很厲害 雖然界面沒有做得很友善 可是還是這麼多人用 OK 那 記得新增之後呢 請你選擇類別這邊打標題 那存在哪裡 新增樣式 你按確定他就會跳出存在哪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再按照顧 駛 上馬還有 再按照顧 右往 再按照顧 跟 敢 胡 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